说到北京的天气情况呢 从今天下午开始 北京就逐渐受到了上风口外来的输入浮沉的这种影响 不同直径大小的颗粒物的叠加污染就出现了 那么据北京市气象部门的预测 预测用到的词汇是罕见的大风阳尘天气 今天傍晚前后应该说也就是此时的前后会到达北京 那么现在北京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连线一下本台记者罗紫英 紫英你现在是在东三环附近吗 我想知道你感受你的所见天气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的林珊 我现在的确是在今天下午两点钟连线的东三环附近 大家可以从镜头上看到 现在这里的风已经是非常大了 那这场风呢可以说是如约而至 从下午五点开始呢 是逐渐的从北京的北部到西部来影响到北京 那到东三环的时间大概是在五点五十左右 那这种感觉呢是突然的这个风起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黄沙满天 那之前呢在五点五十分之前呢可能这里还是比较比较好的一个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正值是下班的高峰期 那路上呢有非常多的行人 他们呢有的是戴上了口罩 那没有口罩都是捂着鼻子颜面而行 那这个五到六到七级的平均风力 以及顺时九级的风力到底有多大呢 我今天真的是见识到这种威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个树呢都是比较 年份比较大的这个树了 但是呢风力一来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树枝晃动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这儿啊要提醒大家行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大风呢可能会把这个树枝给刮下来 而且呢那些松动的广告牌大家也应该要要特别的关注了 那包括我们开车回家的朋友呢 呃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 因为这样的大风的阳沙天气呢 会导致能见度呃降低 然后呢影响开车的视线 那么这样一个大风天气呢 是从呃下午五点开始 先从北京的延庆和门头沟刮过来的 那所到之处呢PM10的浓度是迅速升高到 1000微克每立方米甚至爆表 那在沙尘到来之前啊 这个空气中主要的污染物呢 都是比较小的这个PM2.5 它大概占到了这个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80%以上 而冷空气相遇之初 也就是说这个冷空气南下 然后遇到原本是热空气的时候呢 这个空气的水平的这样一个运动和垂直的运动都非常的活跃 这样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沙尘天气 那么风呢会刮起直径更大的一些的可吸入颗粒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样一个黄色的这样一个沙尘 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PM2.5所占的比例反而是下降了 那等到夜间啊 尽管是这个风力呢是不会的减小 但是呢这个冷空气占据主导之后呢 PM2.5的比例呢反而是会下降 那么PM10呢也会下降到一个200微克每立方米的水平 那么预计到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了会达到一个良好 那大家都非常期待啊 也就是说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预报的那个午后到傍晚的这样一场雷震雨 能够对沙尘天气有一定的改善 但是呢根据最新的研判呢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一场雷震雨要到傍晚7点以后才能够到达 而且呢主要是分布在西北和北部的地区 再加上这一场的雨量比较小 所以呢这场雨对改善沙尘天气的影响作用呢 呃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由于哈今天最大的瞬间风力将达到九级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风力歌里头说八级风吹树枝段 九级屋顶飞瓦片 那可能对于CPD周围的这样一些现代建筑来说还没有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可能在京郊在农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林珊这里的情况暂时是这样 感谢罗子英给我们发来的这样一个直播报道 其实从这个画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到 为什么气象部门今天用到了罕见的沙尘和大风天气 所以出于安全还有健康的考虑 希望大家今天呢尽量的能够少在户外活动 稍后继续